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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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中国网红吉林行即直播经济产业峰会正在卧省举行 昨天晚上 省委书记巴恩朝鲁 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 在长春会见了出席活动的极浙对口合作高端智库组长 浙江省原副省长王健满及主要嘉宾一行 巴恩朝鲁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 向极浙对口合作高端智库长期以来对吉林振兴发展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他说 网红经济已经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风口 是扩大消费 推动就业 重振经济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 我们以发展数字经济为抓手 积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 着重抓好电商进农村 推动跨境电商发展 大力建设直播基地 我省电商产业取得快速发展 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和转型升级的新动力 目前 全省电商平台注册网上总数50万家 带动就业158.8万人 农村网络零售额连续三年实现快速增长 此次 吉浙对口合作高端智库 主办第二届中国网红吉林型 即直播经济产业峰会 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深化 吉浙交流合作的重要举措 希望双方以本次活动为契机 进一步促进浙江互联网资源 与吉林产业资源优势互补 深化直播电商项目等方面合作 推动吉林电商产业快速发展 不断增添 转型升级新动力 打造振兴发展新亮点 王健满对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 表示祝贺 他表示 将坚持互补互利 合作共赢思路 充分发挥急着对口合作智库作用 阻止更多浙江电商企业来及洽谈对接项目 进一步助力吉林直播电商产业健康发展 为加快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 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贤良 省级长春市领导胡家福 蔡东 张志军 省政府秘书长王之后参加会见 今天上午第二届中国网红吉林行 继直播经济产业峰会在长春开幕 此次活动以新时代 新吉林 新焦点 新业态为主题 业内专家 企业家和知名网红齐聚一堂 激荡思想智慧 畅序合作友谊 共谋未来发展 由急着对口合作高端智库主办的 第二届中国网红吉林行 继直播经济产业峰会 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深化急着交流合作的重要举措 意再更好的推介吉林 宣传吉林 扩大集字号产品影响力和销售渠道 助力我省加快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目前 省商务厅已经启动了 直播电商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未来 我省将着力打造直播经济头部省份 推动网红直播与汽车吉林部件 农产品和食品加工 冰雪和文化旅游等产业深度融合 通过加快构建人才体系 搭建综合服务平台 突出示范引领 推动全省直播电商规范健康发展 白城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 吉林 黑龙江 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处 生态地位十分重要 近年来 白城市坚守绿色本底 厚执生态优势 全力打造生态力士的白城模式 西至白花花的盐检地 变成了绿油油的青草地 和一望无际的水稻田 曾经断流多年的河湖 扬起了新波 过去缺林少木的乡村 现在也已成为 林网密支环境宜居的美丽家园 镇来县木木隔乡 木木隔村 临木木隔湿地而建 当地人历来有着 靠水吃水的习惯 每天上午忙完农活 鲁枝刚都会撑着木杆 划着它的铁皮小船 到水面转上几圈 看看收成 一点到两点之间来 等出水 四点多 到家连挑点鱼 这个下子就被鱼卖了 手持鱼聚无忧虑 大鱼小鱼网中聚 如今鲁枝刚的生活 惬意而充实 然而 七八年前 这里 还是另一番景象 全年年谈 你现在绿的也没了 春期有关的时候 全模样 1998年的特大洪水 对木木隔湿地 带来很大冲击 再加上连年干旱烧雨 水草丰美的木木隔 一度变成不毛之地 2013年 白城市在全省率先开始 合乎连通工程建设 域内124个水库 抛堂全部连通 在汉海大地 形成了纵横交错 兴罗旗部的水系网络 呈现出 溢水激活 万水流的新气象 木木隔 向海 嫩江湾 美在天然贵在原始的湿地风貌 再次得以重现 而同步实施的草原治理 植树造林 湿地修复工程 也使得湿地荷乡 生态白城的美誉度 得到全面提升 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鸟类 鱼类 生活气息得到保障 白城模式的核心 是生态历史 不仅恢复了自然环境 同样也融入百姓生活当中 赫明湖公园景观工程 就是白城市打造海绵城市 建设生态新城的重点工程之一 通过赫明湖自身的调序 能够净化水体 实现水体不黑臭 然后改善城市热岛效应的 这样一个功能 如今的赫明湖 通过游船码头 喷泉广场的建设 实现了休闲娱乐旅游的一体化 已经成为当地知名的 网红打卡地 空气也好 风景还好 我感觉做到老百姓的话 我能享受到 就是这种美丽的环境 挺幸福的 我来到白城 现在三十多年了 我来一下白城破浪破湖的 现在是白城建设的 真好 可美挂了 我喜欢白城 近年来 白城市坚持生态历史的 发展理念 依托海绵城市 管辆建设 实施了16大类 469个重点项目 实现了老城变新城 小区变花园的 华丽蜕变 眼下 越发有底气的白城 正在积极投入 全国文明城的创建中 采访中一路走来 从具有原始美的 墨墨阁 向海 再到现代气息浓郁的 城市中心 记者随时都能感受到 白城翻天覆地的变化 白城 曾尝过生态脆弱的苦涩 又迎来生态恢复的喜悦 一处处老旧进去 一段段耿足打通 替代的 是扬起新波的河湖 绵延相连的林瓦 以及生态新区里 那一张张 洋溢着幸福的笑脸 哪里有绿色 哪里就有生机和活力 对白城人来说 以生态力士为 助脚的小康禄 他们一定会坚定地走下去 习近平总书记 在吉林长春 社区干部学院视察时指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治理 只能加强 不能削弱 要总结推广 实践中形成的 好经验 好做法 不断提高教育培训的 先进性和系统性 尊尊嘱托 直抵人心 音音期盼 催人奋进 学院进一步加大 培训力度 突出培训时效 使这里成为 社区工作者的加油站 这是吉林长春 社区干部学院的 一堂模拟演练课 吉林省委党校的 黄凯教授 就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进行情景模拟教学 学员是来自 四平市的 74名社区工作者 大家分成五组 根据课堂上 设定的事故情景 分组讨论后 形成处理意见 这一次的学习 没有空洞的谈理论 而是突出了 我们学员的 现场体验感 参与感 新社区工作 就应该不断创新 做好人的工作 把工作做到 百姓的新卡上 吉林长春社区 干部学院 于2019年7月9号 投入使用 一年来 凭借扎实的硬基础 与出色的软实力 各项工作 稳中有进 目前已累计举办 34期培训班 培训社区干部 4700多人次 加大了盖尔顿道的力度 突出了精神传承 突出了实讯教学 坚持聘请 一件的社区工作者 优秀的社区书记 来讲 来教 传授给学员们 实际的工作经验 和方法 学院便向 全国优选知名人士 阴谋人物 部门专制干部作为兼职教师 为来自全国的社区工作者 传授工作方法 分享实践心得 同时 优化课程库 开设理论家专业 特色加拓展 党建加治理等 相结合的课程 为发挥时代楷模 吴亚琴等典型的带动作用 学院还推出了楷模分享 模拟推演等特色课程 把我们内功练好 让我们学院培训 具有先进性和气动性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 为学院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 指明了方向 眼下 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 线上培训系统 已于近日正式开课 主要面向省内各地市周的 社区工作者 每天推出10分钟的短视频课程 进一步完善 全国社区工作者 培训基地职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 东北振兴座谈会上指出 要依靠创新 把实体经济做实 做强 做优 坚持凤凰涅槃 藤龙换鸟 积极扶持新型产业 加快发展 尽快形成 多点支撑 多业并举 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格局 在解放思想再深入 全面振兴新突破 教育实践活动中 临江市把落实 两只鸟论 作为重要突破口 努力探寻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开放 和全方位振兴的方向路径 临江市史多菲公司 2009年停产后 企业厂房和土地 闲置长达十年 如何能让有限的资源 创造出新的效益 2019年底 临江市通过招商引资 引进杭州市一家企业 乘租改造了史多菲公司的 部分闲置厂房 不到半年 新车间已投入生产 现在临江应该说 这个优质的土地资源 非常有限 那个就是说 原有的企业给它闲置 这个浪费呢 就是这个问题呢 就凸显得比过去更明显一些 用原有的这个资产资源 然后创造新的效益 这样上来达到一个 与新建企业一样的效果 但是它的意义可能会更大 我们就有针对性地提出了 这个腾红荤鸟的这么一个战备 借助发展边境经济产业的契机 临江市让渡空间 腾出资源 不但激活了多家双停企业 还迎来了一批潜力项目 批量扎根 眼下 横振工装加工等 四个亿元以上新项目 已经实现快速落地 预计年新增工业总产值 接近五亿元 因为这个事情主要是 开发区运营的 所以说咱们既然引进了 就得为这个企业做好这个服务 就是多方面 齐头并进 越快越好 围绕怎样服务好企业的问题 临江市各部门 及时和企业进行对接 查找破解难题的瓶颈 我们及时地组织 我们的自然资源 规划管理 城市建设 工信部门 那么就是围绕了企业的困难 大家都提速 像比如说这户企业 目前是正在施工的过程中 那么预计到今年年底 就能够打产 临江市有着丰富的药材资源 发展医药健康产业 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然而小企业扎堆 规模和总量不足 引领带动作用也比较弱 当地的资源禀赋 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临江市以思想解放 带动观念创新 提出实现医药健康产业凤凰涅盘 政府搭好桥梁 让中小企业靠大连墙 攀上高枝 结上贵亲 吉林建金药业 是临江市的一家本土企业 以往产品销路仅限于省内 企业只能维持收支平衡 2017年 建金药业与黑龙江葵花药业集团 达成收购合作 借助葵花药业的技术品牌和销售渠道 产品销路被迅速打开 那么我们临江原先受制于这个区位 然后企业应该说 普遍来看都不是特别大 那么不能满足于现状 我们也鼓励企业家 让他解放思想 开脱思维 那么我们就想到了一个词 就是凤凰涅槃 今年以来 临江市通过盘活闲置资产 和扶持企业转型升级等一系列举措 经济社会保持稳中有劲发展态势 上半年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5.2% 共实施5000万元以上项目16个 地方级财政收入 同比增长3.89% 解放思想 应该就是推动我们大胆创新 然后追求我们事业直升的一个法宝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主要是打开我们过去的思想的智库 突破这些难题 解决实际问题 下一步 我们就是准备把深入学习贯彻的总书记 考察及临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重要指示精神 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 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 按下快进的键 奋力跑出高准央发展的加速度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日前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 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磊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抓住新机遇 迎接新挑战 以深化改革 激发新发展活力 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加快推动新时代 激临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 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张磊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高屋建林 是地足我国长远发展战略 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情况 敏锐洞察国际形势深刻变化 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 对未来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大格局 具有指导意义 要从国情出发 从中国的实践中来 到中国的实践中去 这个也是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的 科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 深入调研 这是给我们科研工作者 指明了科研的工作方式方法 张磊表示 对于吉林省而言 构建新发展格局 要深度聚焦国内大循环 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个战略方向 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充分发挥消费在经济内循环中的带动作用 提供更多更优质高性价比产品 此外 张磊还表示 要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 就要在已有基础上全面深化经济领域各项改革 坚决拆壁垒 破尖兵 解痛点 输毒点 补齐短板弱项 更好破解老难题和新挑战 形成有利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 加快形成 灵商环境好 创新能力强 生态环境优 发展活力足的 吉林振兴发展新局面 今天的优秀民营企业家专栏 带您来认识吉林吉春制药股份公司 董事长屈丰采 作为企业创始人 创业一时 他就将创新理念 融住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个环节 将其作为企业发展的根 16年间 企业发展成为 即制药 梅花露养殖 鹿系列产品研发营销于一体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在吉春制药研发中心 屈丰采正在和技术人员们 进行国家药点委员会的 实时线上培训 学习国家的制药技术和生产标准 屈丰采经常率领技术团队 参加这样的培训 在他看来 只有不断掌握 行业最新动态 消化吸收全新的技术标准 才能为创新提供不洁的动力 在他的带领下 吉春制药在临床用药 保健食品等领域 持续推进新产品开发 现已拥有12个剂型 231种药品 我们这几年在创新上 有了很大的发展 包括我们现在提取 萃取 还有生产的各项管理 那么还有我们的节能管理 那么最关键 我们的创新 就是在新产品研发 和新产品的创新 多年来企业在引进高技术人才的同时 与省内多家高校及科研院所 进行产学研合作 并先后进行了 十位酱糖颗粒高技术产业化 生产工艺系统节能改造 中程药生产自动化控制 中药渣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等项目 为企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在创新上 这一年投入两个多亿 那么这两个亿 应该在厂房设备的更新 尤其花园石设备的更新 还有院士工作站设备的更新 这一点 投入应该是 能达到我们研发和创新的需要 在打造新产品 开发新技术的同时 企业以健康产业为突破口 结合自身梅花路优势资源 牵头创立了吉林省梅花路产业联盟 未来将进一步加大 相关关键技术研发力度 带动特色产业链条 不断向纵深发展 受近期台风叠加影响 我省部分地方农作物 出现不同程度灾情 各地科学失策 组织农业专家指导组 赶赴各乡镇开展抗灾自救 力争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在东风县横道合阵 部分玉米地出现倒幅 农界人员指导农民 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自救 仅最大努力减轻灾害损失 农机退网站和保险公司 及时来到了我地里看了 指导了我们救灾工作 要我们减少损失 东风县成立了四个 抗灾自救工作小组 深入各乡镇指导农民 通过轻住 排罐 抢收等方法抗灾自救 并组织县乡两级农业干部和农民 逐地块 逐作物 核实受灾情况 真正把底数摸清 把灾情核准 同时协调保险部门 对参保受灾地块 开展损失排查 按照标准进行理赔 为了降低受灾农户的损失 长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启动了信贷应急工作方案 派出多个工作组 深入到全县11个 受台风影响受灾严重的乡镇 摸排农户受灾情况 及资金需求 全力助农抗灾自救 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部分乡镇的玉米 水稻 高粱 大豆等农作物 不同程度受灾 在马路沟镇大梨树沟村 农进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指导农民对受灾地块 进行灾后自救工作 目前农田积水已经基本排空 对不能浮起的玉米 正在抓紧时间进行收割 9月11号晚 2020年全国消费促进月活动 即吉林省签起促销专项行动 在长春启动 活动将持续到年底 期间各地将重点围绕 让利汇民 消费券发放 步行街联动 汽车展卖 家电品牌促销 信用支付 直播带货 绰网上线 夜展夜购 出口商品转内销 十大主题板块 开展系列促销活动 各地大型商贸企业 大型流通企业 各地商业步行街 餐饮街等特色商圈 街区都将参与其中 全面提振消费热情和信心 为全年消费加速回补 注入新动能 9月12号 四平市 启动金国大吉 农村妇女休闲旅游项目 11个金国售货亭 现场集中亮相 该售货亭采取政府建庭 免租使用 集中管理 共同受益的模式 西纳周边乡镇村屯的村民 每周六前来采购销售 土特产品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情况通报 9月12号 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9月12号 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9月12号 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近日 大安市在牛心淘宝国家湿地公园 举办了第六届品屑文化节 各地游客现场参与了 河蟹现场捕捞 试吃等活动 近年来 当地依托生态优势和产业基础 发展河蟹养殖产业 打品牌促增收 今年预计产卸近40万斤 9月12号 第三届环长白山森林自行车赛 第一阶段赛开赛 来自长春 大连 哈尔滨等省内外 共200多名选手和骑行爱好者 在秋意见农的长白山南景区 环山公路上进行比拼 经过近两个小时激烈角逐 来自长春的选手率先突围 日前 万科向日葵小镇运动主题小镇示范区起目 示范区位于公住岭市范家屯镇 是长春公住岭同城化发展的重点民生项目 占地面积约三万平方米 设置足球场 羽毛球场 乒乓球场 露天剧院 以及儿童娱乐设施 为长春公住岭两地市民 提供了新的娱乐运动打卡地 新闻播送完了 或许更多的新闻资讯 可以关注吉林新闻联播的 微博微信和集市同客户段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